Coco早餐 好在我们的这个Coco早餐节目里边的这个单位当中非常谢谢 我们的七一大哥又回来的时间是八点二十三 各位听众早安大家好 谢谢七一 这个我们谈今天这个主题金门之行的感触 这个再看电动车效应 你跟林家昌是双胞胎是不是 这个两个人他去金门你也去金门 我们考察团嘛 我每一年都有有有几次这个国内外的考察 我以为你们两个是约着去玩耍的去度蜜月 原来不是这样 跟他一起去考察看看金门嘛 好啦我问你金门之前我还是要先问你 我真的是要问你因为你比较专业 为什么连胜文会在昨天晚上 说他的那个Evenstar投资2010年全部赔光光 然后他说他一张金融证照都没有 他一夜之间自己揭穿自己是投资高手 金融这个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假象 为什么他为什么自爆丑文 我看我会有个感想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媒体讲话做任何事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 就是说你讲过任何事说过任何话 说过任何事 Google大哥都会记得 对 Google都是记得 你不能坚衡经验不能对不对后语 你懂是吧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表示他以前全部都是假的吗 所以我说我说嘛 你在媒体上讲话 甚至你这个如果是你要从事政治人物 我说你是一个知名人士接受媒体访问 不要忘了 Google会经历你的一切啊 然后用过去的你来检视现在的你嘛 如果你都不懂的话 你怎么去解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络的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 在上市之后这么厉害 这个是我们从很多事情了解说 这种网络的一个普及 跟所谓网络的流行 其实是叫新的世代啊 这是新的时代啊 所以我最近其实我整个这几年在观察说 整个全世界电子上网络起来 他觉得他有了他的道理啊 甚至我觉得说 未来全世界最伟大企业应该是Google 因为你可以发现说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每十年都有一个大英雄出来 我想过去从两千年之后的大英雄 但是成长最快 但是苹果嘛 那未来十年 你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Google整个做了 Google的整个 整个布局 整个做了任何事情 它是在往我们人类生活改变 或者说往比我们人类生活更近几步在做 那你所谓的Google的搜寻 只是它过去所谓的起家 起家开始的一个很用 让一个网络的使用很容易找到资料的一个讯息吧 所以我刚才回到Google姐姐讲了 你讲了任何事 做了任何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在Google姐电台讲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接受检验的 对啊 那你要接受研究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做任何事 讲的事情 你是不是存着你的一本书中 就是说 目望书中 就是说你是不是本的良心 不是 这很奇怪 我想不透 因为一个提议 你是股市 金融观察 不管啊 就是说反正你有长期投入 一个没有金融证照的人 他说他做的事情是并购 成销跟那个创投 意思就是说 我是靠人脉 然后做媒合 意思是这样 应该来讲 说做创投是不是一定要有征兆 那其实国内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 那不一定是这样 我就说 这样讲好了 我们观察国内的很多创投的一个 当然是 他不一定说 我这样讲好了 你在股 你在这个说基金经理人 做是很多 当然一定要有分析师的执照 你在电视上 在你看我很多人都要写分析师的执照 那你如果说 说一个创投 我觉得如果说 你是一个公司的职业者 是不是一定要 这个证照不重要 就是说你对 你对产业的了解分析 或者说你去找到什么案子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的敏感度 跟你的 最产业的投入度吧 那你开始 如果说你一直萃续说 自己好厉害赚多少钱 那如果真的事情 事情要去检验一些的时候 哇 我全赔光了 那你要讲什么 我也搞不太懂 我也觉得好奇怪 那都赔光了以后 那你是一个金龙乳蛇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做控股公司 人家当时在报道你的时候 我没那么厉害 他都没有否认过 那如果你又主动提出 赚多少钱赚多少钱 其实就是 我就讲 就是说叫前言不对后语 那人家就会检验你 到底是什么 人家可以想知道啊 很奇怪 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 要我 那怎么办 要把所有的公司 什么Evanstar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公司一定有股东嘛 有股东一定有开过股东会嘛 那股东会一定有年报结算嘛 不能拿出来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叫他公布海外财产嘛 对不对 那连胜文说我都赔光了 就可以不要公布了吗 那我不觉得 每个人就是全民决定嘛 好快哦 对 你就说 就像柯文哲公布他的东西 他有法例也没叫他公布嘛 他说我公布多一点 那如果说你们觉得说 需要他公布 他不公布也是他自己 他没有违法嘛 对 那你说 连胜文接着他公布 如果他不公布 选民可以接受 就接受吧 那问题是在昨天以前 他其实给大家印象是 他比柯文哲高明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金融 专业的投资高手耶 是金融王子耶 对不对 其实这样讲 那为什么到昨天晚上突然王子变那个青蛙 然后那个他以前讲说我很会引进 他不是要引进资金吗 让台北市活络 记不记得 所以我不太懂你们这些 这个行业的人士的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什么 就说我这样讲 当然我没有 对你说没有评论 但是我只是说 他在想法说 我如果说他当市长的 是不是可以引进的更多的资金 他在台北市做任何建设 我觉得他的意思 我猜啦 因为我猜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我是觉得啦 因为这几年其实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台面下这几年真的 很多的所谓的 你说中国的钱 或中国二代的钱 其实你也了解 中国很多的官二代官三代 他们根本的护照上 根本不是中国 那可能护照是美国 可能护照是香港 这几年我的确也看到说 整个一个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 有这些人一直在穿梭嘛 那以这些人从 所谓中国官二代官三代 台湾穿梭 他一定会找他自己熟识的人 在投资嘛 就像最近其实我就像很多人 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时的整个 整个中国最大的银行 叫共商银行嘛 为什么要投资永峰金 对 很简单 大家想想永峰金的前程 永峰金的前程 就是以前的台北商银嘛 对 台北商银谁是最大股东 如果大家把20年前的财报 来说看 连爷爷 对啊 就是这个逻辑 真的爷爷啦 是连正东爷爷 你要知道 为什么永峰金 这个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嘛 不贵 我就是主要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奇异 这个还有就是说 像那个金卫TDR 因为他们的基金有买嘛 那他去站台 他说只是去参观 不是站台 然后没有卖出 就不叫拉抬股价 就不叫坑杀股民 这个怎么说呢 这样讲 我觉得股票涨涨跌跌 那是另外一回事吗 我觉得你去投资 或是分析 不一定每个 包括我在内 不一定每次都会很准确嘛 我觉得你是不是出乎 是你的良心 道德去 不是去想要坑杀别人 然后那这是一个 那这一个我想 其实你在这个股票市场去理解啦 你问金卫 你问大概对TDR这个段时间 历史有了解 你问金卫跟谁有关 四个你们大概也在七八个跟你讲 说是跟联策有关嘛 就跟他站台有关啊 就是说他都知道他有投资 所以前阵子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看那个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不好意思这个期议 等一下在广告之后 我们再请你回来谈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金门的电动车 好不好 你的金门之行 这个收获丰硕 除了吃共糖之外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昨天晚上在跟PDD相名的对话当中 这个连胜文自己这个自爆自己的丑闻 说他不是金融王子 也不是投资大师 也不是理财专家 他没有金融征兆 他所投资的香港Evenstar的这个subfund 在2010年700万美金全部都赔光了 一夕之间 他变成了一个理财的鲁蛇 为什么会这样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是让大家有点震惊 那为什么会如此 这个可能将来大家会讨论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站台跟参观之间有什么差别 金卫TDR这只股票 起起伏伏很奇怪 当然股民 因为连认为也在这个对话当中 他这个说 你们股民在高的时候不卖呀 那你为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又不能找我算账 对不对 TDR这几年了 这几年我想TDR他后来变 整个市场死掉了嘛 然后预算中线还骂他们是有损 投资人权益 然后其实我就是 就是当时我们都可以理解嘛 当时因为整个市场全部 大概都知道 金卫跟连成为有关嘛 对啊 那你退也退不了啊 那人家买股票是因为你的关系啊 你最少要不好意思一下吧 其实我在提供当股票 大概有兴趣去看 这个有一榜叫做顶固 顶固建设 顶固建设是日月光集团的嘛 大家去看他的这个董事名称 董事阵容多简讲 有徐立德 有陈青忠 有林峰正 还有林博士 那我这样讲是说 这些人都是跟连关系系列 那当年日月光到 中国到的投资房里长 为什么要请这些跟连关系系 会让强的人 去揭幕 就门神嘛 我这么讲 可能是这样的逻辑嘛 也许 从他们的持股比例 都不是太高 那最大大是日月光的张家嘛 他也是这几年回来挂牌 但是开始有人在讲说 这是不是 未来联系列生物的 这个选举干预国 但那就是纯属意测嘛 那我讲说 其实两岸之间 有很多的 很多的所谓的关系带啊 或说你关系好的人 去当门神嘛 包括很多外资啊 请所谓的 尤其像中国大陆 很喜欢请光二代 去当 去他们外资当的一些工作 那做什么呢 其实跟联系统很像 做成销嘛 为什么做成销 成销的意思就是门神 这样讲好了 当年 尤其中国大陆在2000年之后 不是很多国营企业 到香港挂牌嘛 那个募资啊 都是几百亿人 几千亿港币那种募资 中国最大型的国营企业 到香港去挂牌嘛 如果哪一个 这个外资拿到成销 我当年成销 中国移动 我当年成销 中国银行 当年成销 工商银行 那成销金额非常大 金额大 什么都多 那commission就多嘛 对啊 你想看那些 当年那些包括很多外资 在香港 要成为了成销 所谓的中国的国营企业 请了多少 中国的官二代 那为什么 就是去抢这个生意 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 为什么很多的两岸 很多的所谓的官二代 会在外资源 我觉得在成销 成销这一块是 你我成销 像阿里巴巴 这是这个 两百多亿美金的成销 这个成销 成销上拿了多少的佣金 当然非常可怕嘛 这是不是非常可怕 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一个逻辑上 你去 如果真的要去想 这个现在整个两岸之间 其实大家在 尤其像中国啊 像这个华人 这样华人好了 很重视关系嘛 过去有样 如果你有很好的关系 你拿到很好的 这所谓的成销案 你当然可以赚到很多钱嘛 所以你意思 就是说成销跟并购 跟那个所谓的创投 创投是成销并购 其实就是拿commission 我去看一下公司 我去看 它可能很小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有潜力 就像当年孙正义 在2000年 2000几年前 看到阿里巴巴有潜力 就像那个华人的孙正义 他去阿里巴巴 很久一早就投资他 2000万美金嘛 这样的大算嘛 所谓创投是因为 在你很小 这公司很小 那我就投资你 都会帮你 甚至参与公司的经营 当你公司可以 上市可以茁壮的时候 我就可以获利了解 创投的意义是这个意义 是参与公司从小到大 有小到大的一个过程的 叫创投嘛 大部分应该这样定义 成销就是说 我就像 如果讲个 可能比较明白 就是说 2000年左右 中华电信成销嘛 成销这么大 我们的国营企业成销 去看看哪些的 所谓的外资拿到成销嘛 那那是不是拿到一个所谓的 他有一件佣金嘛 就是成销金额比例 我把你这股票卖出去以后 我就拿 券商或外资拿到多少佣金 这个其实是 钱国伟的专长啊 就钱父的儿子啊 我想 我不是特别什么人嘛 我只是说 这些的 这些在两岸 尤其最原 最 讲讲最可怕 最多的 就是当年的 2000年到2008年的香港 是最多的嘛 所以没意思 大量的国营企业 中国的国营企业 到香港挂牌 成销就是两岸的官二代 这个红二代 富二代 他们之间这个 当前客 做broker 零commission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么坦白 如果讲成销 如果当讲成销 因为 你去 有兴趣去看看 多少 中国的官二代 在很多证券商里面 当 尤其外资里面 都是成销的嘛 不管是胡锦涛 或者是文家吧 好了 这个题目 我们将来再谈了 你的进门电动车 总要给我们看一下吧 电动车效应 一分钟可以讲完吗 我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从今年 从今年开始 Tesla 把电动车 变成一个 一个可以使用的车子 而且他说话 以后 我觉得电动车的时代 慢慢来 包括中国大陆 进门真的可以吗 你看Tesla 明年要做 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专利 推出来 我记得今年9月 最近嘛 比亚底跟宾斯汽车 合作的电动车 也在北京开始卖了嘛 当中国大陆跟美国 在推 这个所谓电动车 包括最近 在B&W的I3 纯电动车 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之下 甚至卖得比Tesla好之下 我觉得啦 大家特别注意 整个电动车 整个发展 跟效应的一个 在投资上很重要的 一个重点出来 大家不要想看电动车 的速度可能会 的发展 可能未来几年 会比过去十几二十年 还要快 应该是这样讲就对了 所以这个电动车 千万不要忽视 而金门呢 他从这个电影 军中乐园行销 金门观光产业的远景 也是值得大家投资的嘛 对不对 我觉得金门就说 你如何 最近刚好去 我也看到 去那边看一个 军中乐园的电影嘛 那我觉得啦 台湾就最缺乏一块 说你如何把文创电影 包装在观光上 如果这种可以学 我韩国人这一招很厉害 然后如果能包装 金门如何去吸引 这个所谓海西 所谓吸引厦门 所谓两岸之间 它只有特殊的地理位置 特殊的历史环境 特殊的那种人文 我说实在 那这次去了金门之后 我觉得金门的真的很淳朴 好可以发展 我们这个非常谢谢咯 谢谢 谢谢 下个礼拜再告诉我们 投资的方向咯 谢谢 好我们马上回来 要访问的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王红归 以及民进党的市议员 许舒华 台北市议员 国民两党 现在都很冷清 因为母鸡 都跟他们 若即若离 到底怎么办 我们下集圈的方向咯 好 谢谢